还是当地的乡民 都希望能从残花仙子手中 拿到这样一朵残花 从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呢 浙江就成为了丝绸生产 贸易和信息的中心 那清明之后呢 残农就开始忙碌起来了 站上养残 养残呢是杭家湖地区 老百姓主要的收入 人们通过洁净活动呢 他就期盼养残分收 所以呢过清明就如同农历新年 一样隆重了